婚外情曝光 最受伤的当然是她的家人 赵天玲跟她现在的太太 其实是在2007年结婚的 这也已经是赵天玲 她第二端婚姻 结婚之后 赵天玲就常常在社群软体 晒妻 晒恩爱 po全家福 因此之前给人形象都是 爱妻 顾家 非常温暖 那赵天玲她的太太丁丁 就是画面上您看到的这一位 跟赵天玲手笔爱心的 其实过去她同时也是赵天玲的助理 所以常常低调陪着先生 跑选举行程 是她的造纲之妻 大方在镜头前比上爱心 这是2018年民进党立委赵天玲 跟太太一起在党部登记 高雄市长初选的画面 两人似乎如交四期 身为助理的太太 总是低调陪在赵天玲身边 陪她打过不少选战 穿上背心为丈夫重选票 还用屏东人的身份 替丈夫担保站台 赵天玲脸书更经常po出一家人甜蜜合照 曾经告白妻子说 所以你就能征服一切 也写下从二十岁 从两个人到一家人 在网路上喊话爱你一辈子 升职人心的爱妻形象 职守十六年却曝出原来十多年前就有婚外情 赵天玲 2018年时就曾在国会办公室助理 陈建宏的担保下 让她的中国籍女性友人 以医美名义来这间医院见解 两人关系匪浅 似乎连助理都知情 台面上的埃及形象 实际上却疑似找国会助理 帮忙掩盖婚外情 对此这名助理电话尚未接通 而她不再住家 妻子仅低调表示 一切请找本人回应 因为在助理帮忙下 这名女子更从中国到台湾玩 还在酒份开心合照 而赵天玲也充当地陪 两人经常一起出游 一起搭机 也会一起甜蜜自拍 甚至也在旅游中 跟这位女子比出同样的手指爱心 对比童年找太太一起登记初选 格外讽刺 赵天玲虽然二婚 不过顾家的好印象 让外界大力力挺 但现在就算发出声明表示 已经获得太太原谅 选民似乎也已经印象破灭 华时新闻林志纯 萧玉秀台北报道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时新闻 YouTube频道